一条金条堆成小山 闪亮金元宝耀眼夺目 现在全球都在疯抢黄金 各国购买黄金多惊人 因为光是土耳其在去年就好买147顿 中国62.2顿 甚至今年2月还要再度加码 新加坡土耳其也都加入这波涛金潮 甚至过去俄罗斯黄金以七折价出售 中国是直接狂扫货 过去半年金价就上涨20% 但离奇的是台湾这段期间却没有购入黄金 虽然今年2月台湾外汇存底只有4.3%是黄金 相较于法国德国比重超过六成相差太大 外界声浪不断 前行政院院长陈冲也质疑 黄金虽然不是美元的完美替代品 但至少已经是个避难所 去美元化议题再度引发讨论 而且在细看台湾的黄金储备总量在全球400多顿 其实已位居前15名 外汇存底并不低 而如今目前市场讨论将修法将外汇存底拿去设立主权基金 但专家认为风险将会大大提升 毕竟主权基金顾名思义就是属于政府基金得交给专者机贡管理 如果遇到像去年股市修正出现亏损 那势必就得将外汇存底拿来弥补 而这笔钱恐怕就是全民买单 东三新闻科广民副议员台北报导